选政倒數時刻,三位副總統候選人也全力出擊 國民黨趙少康向郭台銘喊話,要趕快出面表態 而民進黨蕭美琴是到台中陪立委候選人掃接 民眾黨吳欣營則是喊出,台灣的經濟一定要翻轉 沿路向民眾致意,路邊則有人揮舞國旗回應 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到新莊 扶選小機車隊掃接,強化陸戰,為大選拉台聲勢 選戰倒數八號侯康台中造勢,卻模擬宣示就職 引發議論,趙少康澄清是宣示政見,展現決心 並再度向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喊話,趕快出面表態 比出外星之意,支持者也在路邊熱情揮手 民進黨蕭美琴到臺中拼陸戰 幫立委候選人蔡其昌林靜宜 輔選,用戰貓的魅力催票 對於韓國瑜稱礦工之子 也要靠中華民國保護才能當副總統 蕭美琴批評是含有歧視性的講法 強調選舉就是競爭關係會全力以赴 對這些含有一些歧視性的講法 都覺得非常的遺憾 那我們臺灣努力的 就是要創造給大家都可以有自己夢想的機會 跟支持者熱情急掌 民眾黨吳馨穎到桃園 陪同自家立委候選人賴湘林掃接顧票 只是八號參加網路節目 不只打鼓跳舞 猜物價時猜名牌包很神准 採北市套房房租就落差有點大 也引發討論 吳馨穎表示 在物價狂漲時代 重點是臺灣經濟要翻轉 吳馨穎強調自己有在網路開節目 討論綠色金融 主權基金 中美地緣政治等 歡迎大家點閱認識他 記者綜合報導